中文字幕——YK 现场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四川卫视世界格斗冠军赛 俄美传奇 接下来即将为您奉上的这一场比赛 一定让大家大饱眼福 因为我们马上为您送上的是 60公斤级自由活击 洲际金腰带争夺战 第一场半决赛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大家可以感受到 世界最顶尖格斗拳手的魅力 同时这也是关乎一条金腰带的争夺 首先这第一位拳手 他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而且这一场比赛 也可以说是一场复仇之战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 就有请远道而来的朋友 全台掠爆 有的人打拳因为梦想 有的人打拳因为信仰 而他只为不辜负人间那份最平凡的爱 我的名字是福克奥贝克 我今年22年 我从书兹别克斯坦 十岁开始练拳的他被克斯坦 母亲是他唯一的至亲 没有人能够体会 他对胜利的渴望 因为胜利几乎等同于 母亲的生命 然而造化弄人 任凭塔贝克多么努力 与快速的成长 也没能抵挡母亲临世的厄运 两年前 母亲因病去世 失去唯一至亲的塔贝克 绝望 心碎 仿佛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 年轻的塔贝克 并没有被命运击倒 他知道天堂上 母亲会注视着他 他是民航的灯塔 指引着塔贝克前进的方向 更是冬日的暖阳 温暖着这颗赤子之心 加油吧 塔贝克 为爱奔跑的人 全世界都会为你鼓掌 都会为你鼓掌 古 можете即将出场的这一位 也是我们俄眉传奇的骄傲 他是60公斤级 金腰带的拥有者 好 接下来朋友们 让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有请出我们中国的 逍遥剑客 朱旭 朱旭 作为俄眉传奇 60公斤级金腰带的得主 在2016年圣战连连 有着七冠王的头衔 和新人王的称号 金腰带对于每个拳手来说 是渴望的一种象征 你去获得这条金腰带的时候 都会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我是朱旭 这次我将参加60公斤级 周期金腰带的真霸战 想要拿到金腰带并非易事 朱旭也深暗其道 这次被弹主要的 就是体现了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体能 二是加强拳腿组合这一方面 然后第三个就是力量方面 想让自己的拳更有分量 更打出去更有利一些 这条金腰带 我势在必得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right corner From China Please welcome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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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梅传奇 我们在俄梅山体育馆 我是东宁 我是董江涛 本场比赛是60公斤级 自由搏击规则的 洲际金摇带争夺战的半决赛 红方选手是朱旭 蓝方选手是塔贝克 这是朱旭和塔贝克二番战 是的 曾经在去年的比赛当中 塔贝克是输给了朱旭 所以这场也是塔贝克的复仇战 塔贝克为此也是做了一个 非常充分的准备 他对这场比赛自己的想法 是说非常有信心 他也许是说找到了朱旭这种 特点和打法 看看今天塔贝克 在我们俄梅传奇的擂台上 能否搬回战绩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就像东宁所说的 看一下塔贝克 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在这场比赛当中 找到突破自己的点 战胜朱旭 但是在这一年当中 朱旭也是一个非常聪明 非常有意识 不断成长的一名选手 是的 刚才是朱旭一个转身后蹬 蹬这个塔贝克 有些重心失去平衡 能感觉到双方这种 某的劲儿 这种气氛 对 无了劲 特别是对塔贝克来讲 他的复仇之战 看塔贝克打法呢 跟上一次比赛当中 还是差不多 有一点 类似这种闪打的这种 步伐 在不断地跳动 突然的这个中远距离的突袭 刚才朱旭 朱旭难道又被踢当了吗 朱旭踢到了塔贝克 没有关系 可以继续比赛 朱旭的动作很快 我现在好像这个产生了一种自然反应 场上又被踢当了 我就担心朱旭 朱旭几乎每一场比赛都会被踢到当部 好 现在裁判来提醒蓝方选手 不要过多的笼抱 对 就是想做一个侧踹 结果发现距离不够 想变成一个下批 但是还是距离控制不是特别好 看朱旭啊 在慢慢压近 拉近跟塔贝克的距离 塔贝克的步伐的显示相当灵活 哇 刚刚这一季 朱旭被人家接腿 体现了朱旭非常好的身体平衡能力 对 在被接腿的一个同时 他还非常很一直清晰地打出很多有效的拳法 这是跟朱旭有过散打训练经济有关系啊 不 不 停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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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 好 好 停 停 感谢本栏目指定乳酸盐品 给你的肠胃做豆操 未动力鲜艺乳酸菌的大力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转发 赞 转发 这场比赛给您奉上的是一场男子六十公斤级自由国际规则的周际金腰带争夺战的半决赛 红方选手朱旭 蓝方选手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塔贝克 这也是双方的第二次交手 也是塔贝克的复仇之战 在第一次比赛当中塔贝克是输给了朱旭 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塔贝克算是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的选手 但是他的打法完全是散打系选手的打法 中远距离不法跳动 中进距离拉近单击 然后近身会做一些摟抱的一些摔的一些动作 不知道今天的比赛它是否能够改以前那种对自由国际规则不允许的摟抱 消极的这些局面 是的 又是近身的这个摟抱啊 还是塔贝克这个技术习惯导致 塔贝克意识裁判击打了到塔贝克的脑 嗯 对 刚才说到塔贝克技术发力包括单个动作发力以及打法还有步伐移动上来看呢 哇 已经给了黄牌已经给了黄牌 哇 主动摟抱太多 对 确实是感觉出来塔贝克在这场比赛当中心态产生问题 对 这个黄牌没有问题没有这个 嗯 已经出现了很多恶意的一些动作 呃 消极的搂抱 嗯 就是车踹变下批 被扣掉了一点 对 是 在《乐迷春起义》的规则当中 主持有关是被出示了黄牌 然后在本局当中扣掉一分 对 一个转身后灯把这个朱旭登倒在地上 是的 朱旭还原颜色 这个董老师认为说刚刚那个转身后灯朱旭倒地是因为力度太大 还是说朱旭这个本身的重心有问题 呃 双方都有 第一个是这个发力啊 发的结结实实实正好登到了朱旭的腹部 这个非常清晰非常明显 第二个是朱旭在往前移动的过程当中 对一个外来的这么一个力量 呃 两者都有 是这样 哇 一个飞锡 对手还是习惯性的做抱腿的半摔的一个动作 这个抱腿半摔呢是 呃 完全是散打技术动作的 对 是习惯 是可以的 但是不技术分数是这个意思 对 呃 但是刚才那个摔法 双方由于身体过于靠近过于接近 有一点摔跤的嫌疑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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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可带 什么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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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k 三级比赛开始 双方上来还是比较友好 再次转身后登 转身后登但是没有击准 跟塔贝克这种选手打起来 是相当的 我能感受到进去 是相当的有点不舒服 对 我也想说 对 对 自己的动作操扰 好不容易拉近距离 塔贝克会主动地去搂抱 这样对于朱旭来说很多技术 完全没有办法去发挥 对 我是想说朱旭这场比赛打起来 我自身感觉很别扭 不是说朱旭本人别扭 而且朱旭的感受这场比赛 他打起来会很别扭 是的 就是完全没有 等自己的技术完全发挥出来 这个过程塔贝克就可能就是 近身 做搂抱 好 带个四季新手抱 好 朱旭吸取教训 对手进来的时候 马上做了一个孤静顶膝的动作 效果不错 这个塔贝克的步伐也是很灵活的 是的 看塔贝克发挥也很快 很效应的 朱旭这个时候一定要理智一点 不要做这种犯规的嫌疑 到了对方的头吗 这个小腿蹭到了对手的躯干部位 这有这个足球踢的嫌疑是吧 按就是规则来讲啊 导致之后啊 战力比赛 导致之后不可以再进行二次进攻 双方现在打不出一些你来我往的动作啊 更多的是一个单击的 对于朱旭来说是单击的迎击 塔贝克呢可能是三个动作的进攻 但是效果并不太好 这每个动作不能让你发挥的淋漓尽致 都是中间 打一下就可能抱在一起了 对抱在一起 就刚刚出去一个中段扫踢 就被打过一个接腿 你看再一次被接腿 又抱在一起了 对 一个裁判都已经终止比赛 双方一定要理智一点理智一点 这个时候可能双方打的都不太好 就是要克服自己的情绪啊 避免这种因为情绪激动啊 导致犯规 这样是很不值 很不值 对 这场比赛 不但是现场只有拳腿之间的火花四溅 双方学习的情绪 现在也是非常激烈的碰撞 这个比赛完成了三打比赛 出去一个扫踢 对手接手之后 然后拽法 然后分开之后呢 出去再一次扫地 塔贝克又一个接腿 试图做拽法 但是我们又把他继续摔倒 好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尾声 还有最后40秒钟 好 一个舍身踢 嗯 后脚跟刮到了朱锡的头部啊 但是影响不大 我以为只有俄卫拳时的韩飞龙特别三条这个舍身踢 来 接下来我将宣布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八 四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八 五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本场比赛一致裁定 红方胜 这是塔贝克和朱续在俄媒传奇上的第二次交手 上一场比赛 朱续凭借流畅的进攻和严密的防守击败了塔贝克 此番二战 塔贝克需要用一场胜利来洗刷上一战的实力 面对朱续不一致正面硬拼的远回战术 急速的塔贝克只能采用缠暴的方式来打断朱续对比赛节奏的掌控 在俄媒传奇的比赛规则中 禁止选手采用消极缠暴 在擂台上不是出于进攻的搂暴动作 都会被认定为消极缠暴 这样的动作不但会打乱比赛的节奏 也会影响双方选手的进攻 求胜心切的塔贝克在裁判多次警告之后依然如故 因此被把黄牌扣掉了一分 而朱续没有再给他翻盘的机会 他是一个非常也是很有实力的 因为我之前跟他打过一次 那次也是已经很艰难 然后这一次主要今天我自己打得有点保守了 因为打了四人战 我其实是想打控制 保证自己不受伤 能够顺利进去下一轮比赛 然后去争夺这个金腰带 如果说你第一场就是输的话 跟他拼击全力 那你就没有去 没有资格去争夺这个金腰带 所以说我想还是保存一下自己的体力啊 这些所有等等方面 我想打得更稳当一些 这场比赛是60公斤级金腰带争霸战的第一场半决赛 胜者将会与第二场半决赛的胜者争夺金腰带 对于接下来的比赛 朱续表示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下一场比赛对手不是王二宝就是上题嘛 所以说我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说实话其实我是针对后面的训练了 第一场对手我根本就没有针对他训练 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 拿下这条金腰带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一定会拿下这条金腰带 感谢本栏目指尽乳酸盐品 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未动力鲜艺乳酸菌的大力支持 好 刚才是我们的60公斤级自由国击 周级金腰带争夺战的一场半决赛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即将为您奉上第二场半决赛 这场比赛也将决定着 谁能够冲进最后 争夺金腰带的巅峰对决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 来有请出我们泰国的全台老炮 桑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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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年泰拳生涯 六个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 被誉为轮披尼腿王 保持着对战中国选手的不败记录 本次桑蒂迎战俄美传奇 周级金腰带争夺赛 除了技术与能力的考验 对于三十六岁的桑蒂来说 最大的敌人其实是体能 而桑蒂在这方面 也做了不少的准备 自古美人探尘末 不许英雄见白头 三十六岁的老将桑蒂 再次向金腰带发起冲击 这是一代全网的技魄 也是池墨英雄的 真笔浪汉 接下来 大家有请出与我们的Santi同台对决的中国选手 这位选手是我们中国第一支泰拳集训队的成员 并且是担任队长 他也曾在全场之上有过30秒KO对手的彪悍战绩 让我们掌声有请洪峰选手来自中国的王万本 1999年练习武术 多次闪耀国内外擂台 打法硬朗 60公斤的全台上一直保留有他的名字 我是王万本 因为我舅舅他也是练武术出生 最少在少林寺耳容木染 所以也就一直想成为一个他这样的人 受别人尊重的一个舞者 99年的冬天 一个寒假在家里面挂一个沙包 就是一个装着沙子 那时候沙包就装沙子 然后我就坚持着踹了一个冬天 在泰拳队跟我一块进去的机会 已经几乎都退了 也就仅剩下我还在练 是拳手也是资深教练 拥有自己的拳管 曾任中国第一支泰拳集训队队长 30岁依旧活跃 在冲破了第一道体能与精力的魔咒后 他选择来到俄美传奇 重新挑战自我 只要自己觉得自己可以 我觉得是都有机会 就怕的是自己觉得自己真的是年龄大了 内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让我们回到擂台 看看中国拳王王万本 如何续写他的擂台神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同胞选手王万本 蓝蜂选手是来自泰国的老将桑提 这应该说两位的比赛经验啊 都相当的丰富 我都介绍到了 我们本来是中国第一支泰拳集训队的时候 就已经参加这个项目了 也是我曾经的队友 是的 在上场比赛当中 王万本就说了 身上会有一些包袱 因为自己毕竟已经 有了一些名气 有了一些经验 但是从头开始打这样的比赛的话 就会有一些舆论的压力 如果你赢了的话 你应该的 如果你要输给了一些年轻的小将的话 对对于自己来说 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 很大的压力 但这一次就不一样 这一次王万本说 就没有之前的包袱了 我愿意放手一波 对手跟他 可能对手比他的压力还要大 对手是一个老将 比他还要老的特别老将 对 这个对手是1981年出生 今年已经36岁了 其实他两个是非常相似的 是的 都是老将 都是名将 都有很多经验 对 都坚持自己的梦想 依然站在我们的擂台上 刚才王万本的一个正灯啊 王万本的连续追击 漂亮 一个呢是打法比较勇猛啊 桑提 另一个王万本的经验也很丰富 而且速度很快 场上的应变能力也很足 看双方赎胜赎输二 看双方的这个场上的发挥 但是又有这个泰式正灯腿的发力 哇 这个王万本 就是这个 你的腿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看好看好看 看好看 还是相当轻松的 其实对于一名国际选手来讲 过了30岁 在国内的这些国际选手来讲 就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走到了 尽头尽头 是的 对 你就不够年轻来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是一个人的梦想 直到被后悔取代 他才算老 看王万本呢 也是一个比较有情怀的一个选手 到现在在比赛 已经不会像年轻人一样 需要追求一个多大的一个高度 就是觉得自己可能 还没有把自己身体里这些被搏击 就是去打比赛的这些能量啊 完全发挥出来 是的 所以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擂台上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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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血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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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申 mantra 像老大哥照顾弟弟一样的一种情怀 对 而且在平时的训练当中 他们会互相的打实战 在打实战当中 桑婷也不会说 因为自己经验非常丰富 然后就压着这些队员打 他一般都会引导这些队员打 让队员把技术发挥出来 一边交一边打 像一个类似于当时我们叫 授业师兄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说他拳馆内的这些选手 包括这些中国选手 都对他的评价非常非常高 我们看场上 虽然双方这个年龄都 一个是都是30多岁 但是从他们的体能 包括状态上来看的 一点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一个选手 每一次训练 包括拉体能什么 他总是称在第一位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双方到这个年龄 这个程度还能打出 如此的体能各方面状态 不受影响的比赛呢 跟他们每时每刻在保持这种训练 训练和息息相关 刚才是两个左右直拳 清晰命动桑提 扛住桑提的 腿发扫踢之后 连续组合拳加扫踢的反击 应对非常自如 带队拳手摆拳反击 哇哦 带摔 带摔 厂上裁判一致一带警告这个桑提 不要动作伪报 你作为泰拳选手啊 面对近身之后啊 对手这个组合拳法的进攻啊 并没有太好应对办法 只有就是本能的会做一些呃 残暴的动作啊 来减少自己身体这个受受打击的这个伤害 柔队拳 哇 王安本 王安本这种拳脚的进攻 完全也不给桑提一个喘息的时间 是的 王安本这个机会啊抓得很好 是一个分开之后的扫踢非常及时 再次组合进攻 这场比赛真的是强劲 强劲的对决 停 续续续续续 喔 羊 鱼 空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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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局开始之前互相拥抱 真的是一种英雄西英雄的一种情欢 是的 哇 握手之拳清晰命中啊 是 我安本的这个打法非常的适合今天对桑梯的战术 桑梯也是以一个中扫作为还击 还击 像杜梯所说的 在对手出拳出腿进和退的过程当中 桑梯的扫踢都可以有效的命中比起发力 看桑梯一旦一到一靠近呢 做这个晋身残暴的时候 王安本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 这个一方面是节省体能 第二个方面是在寻找一个机会 打破桑梯这个把位的这么一个平衡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王安本30岁 但王安本身上这个肌肉的线条 要比很多年轻选手还要漂亮 顺便教育 王安好 很蛮好 所谓的拔块腹肌 是的 而且体能上我们看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董老师看曾经的队友 王安本现在依然奋斗在擂台上 你有没有这个这样的冲动 说找个机会 也重返擂台再战一场 曾经有过 但是现在更多的 越来越远离这个上场 这个比赛的这么一个情况 就越来越多的把一些精力放在教学 培养新选手 是的 今天的这个晋升残暴 做的有点多了 裁判再一次对桑皮提出警告 对 因为我们这个规则当中 自由搏击规则要限制这个残暴的这个环节 是最大限度的鼓励选手 进行大密度的对攻 才保证这个视觉效果 是的 看桑皮现在扫踢啊 基本上对于王安本来说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 哦 王安本把对手逼到绳脚 再次后手命中 刚刚这个王安本的脚 有点卡了围绳上了 是的 这个泰式扫踢哈 是泰拳手最强悍的这个 对于对方来说 简直是无视防御 不管你是怎么防御 他的穿透力和这个打击 程度都特别强 呃 从这个功力上来讲啊 就是扫踢的质量很高 第一个呢是速度快 而且运动的动作很小 对 是一种拔地而起的力量 没有办法去判断 等你知道的时候 可能这脚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 而且这个力度啊 哇 两句主要拳打了三滴 似乎有点晃动啊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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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赛结束 好 比赛结束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来宣布本场比赛 裁判的最后裁决 假设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八 四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九 五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八 本场比赛 红方胜 世界体坛从来就不缺少老将们的身影 43岁还继续和年轻人们 在赛道上争夺的舒马赫 42岁在世界杯上公如一球的米拉大叔 39岁依然征战奥运会 抗衡了几代中国选手的瓦尔德内 36岁依然横扫大失赛的费德路 而这场比赛 桑提36岁 王万本30岁 格斗型项目比其他竞技类项目 对于老将们来说更为残酷 近身的较量需要他们保持年轻时的竞技状态 同时他们还要直接面临对手在力量 体能速度等方面不断地挑战与冲击 年龄是竞技运动的天敌 就连身经百战蒸蒸铁骨的桑提 也不得不感叹岁月的无情 英雄驰目撞心不已 这场60公斤级金腰带争霸战的半决赛 桑提依然表现出了强悍的实力 对于王万本来说 能和这样的高手过招 比赛的过程远大于最后的结果 其实这次跟他打我就想着是放手一波 因为他的战绩非常好 我也就是说 只想着能够堪肠领域地干一场 就是说之前也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 只想着好好打一场 棋逢对手英雄相惜 尽管在比赛中两人作为对手 必须拼尽全力击倒对方 但在赛后 两位选手都给予了对手很高的评价 对手经验非常老道 不愧是老养 因为他年纪比我还大 打法经验 这方面的判断 实际的把握 也是非常的棒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只有最强的对手 才能成就最好的自己 这一次的交手 也让两位老将有了新的打算 好 法国德州问你 德州问你 他没有干 干吗一场 进来又来 跑什么 随时都可以应赞他 随时等他放忙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比赛 即将为您奉上一场 70公斤级的超级战 马上登场的这一位呢 他来自德国 被称为拳台上的德国战车 他在拳台上的风格 可以说就是快 在我们武术界里面 唯快不破 到底我们看一看 这位德国的选手 他今天到底有多快 让我们掌声 来有请蓝方拳手 来自德国的 Paskar Schroes 来自德国 出登中国擂台 长期在泰国训练 泰拳德国冠军 WKF欧洲冠军 K1德国战冠军 国王杯泰拳冠军 拥有49战 37胜 20KO的 不俗战技 作为德国人 他正是浪漫 与严谨的结合体 每一个时间点 都是属于 帕斯卡的 华丽冒险 我做到所有的事情 早上6时 我醒了 我跟我的鸵 然后我去 早上跑 10公斤 然后我去 习乱 休息 吃一点 回习乱 回乱 到4时 我有完美的 我完美的 我完美的 今夜 且看规则 与激情的碰撞下 即将 擦出的火花 即将为您请出 他对阵的选手 来自中国 那让我们有掌声 来有请出 红防选手 来自中国的拳台 小霸王 赵小宇 赵小宇 2016年 如同旋风一般 席卷 俄眉传奇 多次获胜 还有过TKO 强敌的精彩表现 前手直拳 后手重拳的 技术特点 让观众记住了 这个全台小霸王 台上一分钟 台下实验功 绝佳的状态 来自于平时刻苦的训练 然而 这也是普通观众 无法了解的 背后的故事 输掉2016年年终总决赛 对我心里的打击 还是有一点的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 要好好训练 把心态 所有的心态 全部放在训练之上 长跑 冲刺 每天突破10公里 打靶 打沙包 打空间 训练项目 全部翻倍 高强队的训练 虽然令人疲惫 但也让人迅速成长 你们期待我的比赛吧 闻媒传奇 做自己的英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四川卫视 俄媒传奇 我们在俄媒山体育馆 我是东尼 我是董江涛 奔场比赛是男子70公斤级 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红包选手来自中国的赵小宇 蓝包选手来自德国的施洛特 70公斤的比赛 来到这个级别 双方的身材啊 特别是施洛特啊 显得很瘦高 对 这个施洛特从出场 就是很有特效 额媒传奇的这个出场方式啊 我们选手的所有战袍啊 都是非常有武侠风范的这种 中国风的这种服装啊 额媒派大侠的那种状态 对所以选手出场的时候 各个都显得一个英气蒙发啊 对 双方进来之后 我们看赵小宇这个战术很明确啊 拉近距离 打上下交叉这种组合拳法 是的 但是我们看 因为 斯罗特啊 斯罗特呢 这个身高 B站占优势啊 所以我们看 但是他还 采取一个 没有拉开距离啊 采取一个 双手抱头 步步紧逼的这么一种 呃 行进的战术啊 呃 好像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这个 斯罗特呢 是一个练泰拳的选手 他现在也定居在泰国 在泰国买了房 有了泰国的女朋友 嗯 这个也是 哦 今天所有比赛的选手啊 大部分都是可以为了自己的事业啊 对 呃 把自己的家庭 呃 以及生活的一些 呃 生活方式啊 完全就是 根据自己的事业 对 改变 改变 对 生命以梦想为中心 感觉就活得特别绚烈 是吧 好 也是个组合拳打 压迫进去的组合拳进攻 很有效果 但是蓝方的防守非常紧密 对 双手对于头部以及两肩的防护啊 还是很严密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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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语在进去的时候要注意 斯沃特的一个吸法 你看 进身之后的 吴京鼎吸啊 非常明显 嗯 嗯 嗯 哇 赵小语经验很丰富啊 对 在分开 赵小语来了一个前手刺拳 这个机会判得很好 对 赵小语也是来自WPF 哦 次两边赢 对 中间距离的白刃战 啊 啊 连续拳法对抗 虽然说就是一个士伯特啊 这个臂展呃呃呃呃呃有优势 中间距离可能拳马发力 不太容易发力 但是也并不出赵小宇的 中间距离的拳马压迫 也有很多中间距离双方的拳马的互换 这一个上钩如果打准了的话 估计这场比赛有可能就终结了 对吧 好 精彩这场比赛 感谢观看 好 双方进入第二回合 这场比赛对于赵小宇来说也是意义非凡 因为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姐姐都来到了现场 双方在拼拳的时候 这时候几个换拳的时候赵小宇有几几拳 很清晰的命中斯洛特 斯洛特一个转向后蹈 所以说所以斯洛特跟赵小宇 双方这种身高对比差距来说 中间距离抱头往前逼近这种打法对斯洛特并不有力 对 你看双方互相拼拳的时候赵小宇的拳头的落点更准而且发力也更加轻松 这个时候说的应该拉开距离 对 赵小宇非常能找斯洛特在打拳那一刹那自己给自己的空档 对 对有几拳都是落点落到了这个斯洛特发力的这个发力的同时这脸部头部的这个拉长动荡 今天斯洛特的战术啊很奇怪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身材这个优势啊去打 其实我们看斯洛特这个戴着面具出来一股神秘气息的凶神恶煞般的状态 是的 双方连续拳法互换啊 这个时候还是赵小宇的拳法落点准啊 这是上钩加前摆 但是我们看虽然双方在互相拼拳的时候斯洛特明显不占便宜 但是战术呢还是没有改变 对 像德国坦克一样抱头紧逼 好 又是一记后手拳 这个时候斯洛特应该做一些改变吧 因为这场比赛太精彩 所以说我想讲一些关于这个德国选手的故事都是被打断 哇 两一个360度的旋转两记后摆拳 这个前手摆拳相当重 而且这个角度也很刁钻 但是斯洛特在面对赵小宇的拳法 攻击的时候丝毫没有对缩 倒是在双方拳法互换的时候 斯洛特一个前手平勾 赵小宇联系拳法压制 这个双方都有被 都有击倒对手 也有被对手击倒的这个可能 这一局比赛的对峰相当激烈 观众也特别喜欢看这种比赛 双方都有被逼到绝境的那一瞬间 而且在触底反弹的时候又是如此猛烈 如此精彩 这场比赛简直是把我们现场的基本轰入高场 刚才是斯洛特一个压紧之后一个直接袭击 顶到了赵小宇的下巴 赵小宇怎么了 刚才是一个袭击之后 打到赵小宇的下巴可能有点懵 然后接着斯洛特的击击拳法 赵成击是独秒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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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赵小宇 ring 比赛开始 由于双方在第二局 从一开始到第二局结束 全部是在用一种 互相拼拳的节奏在比赛 所以双方第二局 体重上相応很大 第三局也是决胜回合了 我相信如果要用数值 来衡量的话 赵小宇在这一回合 会用120%的状态 来打完成这场比赛 是的 刚才有个细节 你是在第一局赵小宇 落下风的一段 对军当中 双方在互相前手评勾的同时 赵小宇的防守 还是比较有些漏洞 再一次的评勾前面 赵小宇 因为上一回合的失利 这一回合赵小宇 对 一定要占得非常大的优势 才会婉转这个局面 对 赵小宇迎去前方面 你看就是这一次 前手摆拳的时候 赵小宇的脖子梗得很直 这个时候很容易 遭到对手的这个赢击啊 哇哦 中方体上下降都很快 对 这个斯洛特今天给我印象 从技术角度来看 斯洛特并没有发挥 自己身体的优势啊 打这种中眼距离 拉开距离这种打法 相反的是跟赵小宇 赵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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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进距离拼拳的时候 也没有过到太大的下方 是 是 哦 双方体能下降很快啊 挂在一起了 这个 哇哦 一个正等腿踢到了赵小宇 面部是吧 这个腿长的优势立马显现啊 泰国选手普遍的这种高抬腿的高度 要比国内的选手高一些 泰国选手本身练习腿法的这个时间啊 就很长 比例也很大 赵小宇有一个技术细节啊 在打摆拳的时候自己的右手会掉下来 已经我至少看到至少两次 这个打完前手平勾的时候 自己的右半侧脸挨到斯洛特的这个前手平勾的动机 双方在拼拳的时候啊 考验的是一个意志力的发挥 但这个时候同时要保证这个头脑要清晰 这个赵小宇还是在步步紧逼 我相信今天赵小宇的负责在现场上会有很大的触动 应该会有些揪心 因为上一次比赛赵小宇也是非常顺利的 比赛的残酷以及艰难啊 很直观地展现给他的父亲 对 张小宇在我们传奇的擂台上的这个战绩一直都很顺 但这场比赛真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应该提高的这个节点了 对 起动 是好事 接下来我宣布本场比赛的最终裁决 一号裁判二十八比三十 二号裁判二十七比三十 三号裁判二十七比二十九 本场比赛 蓝方胜 全法如风 腿法似铁 两位选手用他们精湛的拳腿技术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自由搏击比赛的激情 我认识我还没办法 我认识我需要工作 我的拳手很强 他有好手 他很强 我能够帮他下来第二回合 他还没办法 他比较难 他比较强 我比较强 他比较强 我来担心 对手个子挺高的 对我来说打高个儿我一定不习惯 打回来高个儿子 全场腿场我有点进不去那种感觉 我就感觉挺难打的 尽管最后输掉了比赛 但赵晓宇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遗憾 不管阶约怎么样 只要我进队到的努力 我人是开心的 我练习的东西我都打了 那所以我没有觉得什么遗憾之类的 我很开心 然后以后训练 我肯定还会更加努力 甚至下次再跟他打一场 每个人失败的战争 他很想赔回来 但是我认识 我认识你上升 每个人都会同样 所以我们再次见一样 再一次 我已经开心了 当然 这是一个好选 谢谢 在比赛中 帕斯卡施罗特 善于找准一切机会击溃对手 这也给赵晓宇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面对对手猛烈的进攻 即使疲惫的身体 已经无法做出迅速的反应 赵晓宇也没有放弃 一直坚持站在擂台上 直到最后一刻 对手的顶膝 就是我的胸口 感觉胸口好闷的 出不了气了 很努力地去出去 但是出不了气 然后自己就奔下去 感觉太难就挺难的 但是完了 我还想坚持 因为我不想在擂台上 放弃我自己 毕竟我是练太拳的 我是蓝 所以说只要我能打 我肯定会赞得到你 对于接下来的计划 赵晓宇的回答言简易改 天天努力地训练 突破自己的级线 挑战一些厉害的对手 帕斯卡 你等着 下次我们两个再打一次 接下来真的到了 激动人心的 龙中虎斗时刻 因为我们马上要为您 送上一场激动人心的 金腰带争霸战 马上我们为您奉上的是 俄眉传奇2017年 60公斤级周济金腰带 争霸战的总决赛 当然本场比赛也将直接决定着 这60公斤级 这根金腰带的拥有者 好了 各位 首先 让我们掌声有请出 蓝方选手 我们的老朋友 俄眉传奇逍遥剑客 朱旭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好 欢迎我们的选手朱旭 与他对阵的 依然是一位中国选手 看来这根金腰带 会留在咱们值得骄傲的中国 这一位选手呢 是一位30岁的老将 经验非凡 实力纷繁 那跟我们的朱旭对抗 到底花落谁家呢 让我们掌声来有请出 另外对阵的中国勇猛战士王万本 这民族的海外 谢谢 俄眉传奇做自己的英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四川卫视俄眉传奇 我们现在在俄眉山体育馆 我是东尼 我是董江涛 本场比赛是60公斤级自由国际规则的 周济金腰带争夺战的总决赛 一个是正如中天状态绝佳的全台新贵 一个是经验丰富 打法多变的全台老将 今天双方全能胜出 把这条腰带带回家 看双方今天的场上的表现 穿白色短裤的红方选手就是王万本 穿黑色短裤的红方选手是朱旭 对 看现在朱旭啊 进攻似乎更加积极主动一些 但是要知道他对手王万本 他经验很丰富 上来表现的并没有那么锐利 但是可能随着比赛的这个时间的人士 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朱旭的一些弱点或特点 做一些打法上的一些改变 对毕竟是经验比较能当 对 这个在这场比赛上朱旭非常明显的优势 也就是在于体能上的优势了 是的 因为这场比赛也是他们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是的 双方这个速度都有 但是从打击力度来讲呢 朱旭似乎这个拳打这个力量爆发力啊 更加占一些优势 但是王万本呢在不惊不诈当中啊 这种打法的变化还是很灵动的 是的 这个王万本自从出现在俄民权的擂台上 到现在进入洲基金腰带争夺战的总决赛 心态一直在变化 越来越自信 这种自信的 我感觉也会对他这个全台上的表现有一定的影响 是的 看来王万会出去上来这个比较积极主动的这个快速的进攻啊 似乎啊 并没有受到影响 依然是不想传统在找一个实际 哦 其实 国美传奇这个擂台上 说公正也好 说残酷也罢 但是就是 我个人认为在其他的赛事 不会把两名这样的选手 在中国有些这样的影响力的选手放在一起 进行一个 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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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个被传奇的可贵之处 精彩之处 对 再慢慢的找一些机会啊 第一回合还有只有十秒 肯定 太后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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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其实刚刚在压伤的一刹那 这个朱旭把这个王万本是顶倒 对 其实这个是非常头巧的一个状态 因为是在回合中最后的那几秒 压哨的 对 最后几秒当中 会给裁判留下非常清晰的印象 是的 我们看朱旭上来之后呢 还是显得很兴奋 面对王万本这样一个经验老道的对手 显得很兴奋 而且动作当中透露出这种获胜的这种欲望 非常强烈 王万本呢 在寻找时机啊 呃 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这个朱旭的 这种三个拳马 特别是前手摆拳这个突然的袭击 因为朱旭速度很快 呃 进退也很快 呃 反观王万本非常冷静 非常冷静 非常冷静 显得很老道 呃 情绪上啊 不受一次干扰 呃 呃 这种发力一个是方向感就都没有了 是的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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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放都在挡 啊 啊 但是从进攻上来讲 朱旭更加 主动 啊 更主动一些 后腿上步 转身 一个摆拳 这下打到了这个效果就很清晰很明显 哦 朱旭在这个额眉 额眉传奇的擂台上的成长也是大家都看得见的 嗯 现在完本在占据场上的中央啊 啊 呃 不断的 灵动的游走 寻找机会 哎 看起来还是玩得要稳一些 好 这个 在 赛前的一些就是交谈当中哈 额眉传奇的出品人梅嘉翔先生也是对朱旭做出了特别的点评 说原来朱旭外号猪跑跑 但是 对 现在打法越来越向积极主动的方向去转变 对 而且他也指出说这个朱旭需要 呃 力量上的一些 提高 对 快 快 快 走 走 走 快 快 快 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看到这个额眉传奇这条金腰带格外的耀眼 是的 呃一个老到冷静 一个主动淋漓 对 对 现在我正进行到第三回合决胜环节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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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 现在是要看成果的时候了 不能再去做一些计划等时机 寻找机会 对 现在每分每秒都非常珍贵 对 非常关键 这个看这场比赛 不由得为双方选手屏息宁神 因为这个跟王文本 跟朱旭这个私人关系都很好 对 这个时候谁更主动 谁获胜的希望 这个王文本也许是对于自己自身的体能的考虑 我发现他每出一拳一腿都非常非常紧身 这也是 面对朱旭这样一个对手 哇 王文本一个比较就是说省力的一个打法 嗯 哇 后面很清晰 朱旭到现在应该再延续前两局的这个积极主动啊 因为你在等的时候是没有王文本这个机会把控的能力 那么好的 对 对 刚才讲到朱旭不要在那里 因为 呃 党不是他的优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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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对 对 对 哇 不要 relacion 这是俄媒传奇2017年第一条金腰带的争夺战 这也是中国搏击界新老之间的一次对话 国内30岁还能在擂台上活跃的拳手寥寥无几 王万本代表着中国搏击的一个时代 尽管在年龄上处于劣势 但他依然保持着高水平的竞技状态 其实状态的保持我觉得平时要自律一些 然后再一个有个坚定的信念 每天能够克制自己不良的情绪 保持记忆的心态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 对于王万本来说 真正的胜利并不是战胜对手 而是超越自己 在一个成熟男人的面前 任何同情和遗憾都是多余的 这场比赛 他让我们看到一名斗士 是如何为了自己的信念而战斗 打出自己的感觉就行 无所谓 那输赢觉得都是大家给他 就是我自己看的 我自己觉得他自己还行 没所谓 下次肯定会比这次好 我相信我的状态还在上升阶段 老将在坚守 而中国搏击的新生代也在崛起 他们年轻锐气 敢打敢拼 朱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朱旭今天表现得还不寸 平时我是灵活性打法 但他比我灵活 今天我就只有压不到谁打法 表现还可以 但是他的斗志一直牵贴一点 王二美他是一个老将 今天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朱旭这一场的话 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状态 给王二美打 在前两局我们就是说 可能说占了非常大的优势 在第三局我也给他说 去打保守一点 如果不遇到对方的重击 我们基本上就是赢这场比赛 所以我们第三局的话 就比较保守 对于这条60公斤级的金腰带 朱旭表现出了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自信 这条金腰带吧 不管说他未免不未免 我在这里还是那句话 这条金腰带只属于我 朱旭 我在这里迎接每一个对手 年轻一代的成长让人欣喜 他们不断追赶 不断超越 老将的执着也让人感动 他们恪守信念 永不放弃 辛劳两代人的努力 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 2017中国搏击将开启新的篇章 到更多 than I can b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